好友開畫展 蘇貞昌情義相挺 尤其這好友不是別人 政社保安公董事長廖武智 但這位好友 蘇貞昌直言是甜蜜負擔 2010年黨政昭文雄 台北市長前 廖廖市議員要在一個地方 台北市長哪個地方 廖武智那時候 不是那麼簡單 廖董事長是一個好議員 他說我這個沒有提案 罕見主動還原當初 為何在保安公宣布參選 蘇貞昌也自嘲 正因此騙神明的標籤 再也死不掉 但這話風一轉 是因為黨內逼宮聲浪不斷 不如歸去嗎 看看立委劉世芳也在臉書發文 直九回憶大選 不見政務官積極撫損 還放任會選案件平傳 綠營選票大幅流失 同事高雄的立委也讚瞎 他的觀察當然相當有 參考的價值 我們認為現在的大明大方是對的 黨中央應該廣納建言 虛心檢討 會選的查辦是司法檢調機關 是中立的 是非常認真 政府不能插手干預 至於相關檢討應該進行 我們多尊重 還是政府內部自由檢討 個人驅留沒回應 至於賴清德的下一步 最快會在週三零表登記先黨魁 這就難魁了 這要很辛苦 所以這個是一種承擔 大敗後的民進黨 重新整隊 TVBS新聞 李國鎮邱安柔 台語報導